听说天津饭收弟子了 龟仙人赶忙跑来看有没有妹子 可一眼望去全都是操汉不由 让她生无可恋 而今天终于有一位妹子来到山门前 可看着天津堂三个字 她仿佛有仇识的气汹汹走进去 这不扯独自骂天津饭当场拒绝 可此时只见龟仙人 以180脉速度重来 立马告诉天津饭这个徒弟必须收 不等天津饭回答他扛起人家就跑 给这位女孩特别换上短裙式武道府 然后直接歪到人家身上 女孩还以为她发现了自己的阴谋 而龟仙人已经急不可耐直接哭上 终于女孩猛逼的气冲冲的逃了出来 看到走来的修炼结束的弟子们 她灵机一动掏出兜里的符咒 此时正在喝茶的悟空和天津犯突文城内暴动 赶来一看她的徒弟们都散发妖气疯狂在作乱 饺子超能力打出想将符咒撕掉 可根本不管用符咒将能力直接评比 看到竟是她搞的鬼鬼仙人 她的目的就是毁掉天津犯的道场 而听到她叫自己三眼突驴天津犯 这才想起她是谁 当年在贺仙流修炼时 有个小屁妮儿总想和她一决胜负 但当时天津犯根本不愿鸟她 于是女孩发誓早晚要把她揍个稀巴烂 她努力修行 今天终于将妖术炼至大城 听此天津犯愤怒不已 这理由简直无聊 见对方根本不讲理龟仙人站出 表示还得稳来 而女孩看到这个色老头 更是气不打一出来 直接先手冲出对龟仙人一通猛揍 但龟仙人毕竟修炼百年 这点攻击根本就是挠痒 接下来她就要反击了 可就在这时女孩突然一个不闻亮枪摔倒 鸡蛋破碎的龟仙人动弹不得 身体被女孩直接控制住 她念动咒语龟仙人直接朝天津犯攻击起来 专注攻击的龟仙人实力无比强大一脚踹飞天津犯 见此女孩更加兴奋咒语继续念出 龟仙人一声怒吼战力再次提升 而天津犯也不甘示弱背后肌肉颤动四腰拳驶出 但就在她冲锋之际龟仙人毫不留守 直接万国惊天掌打出 那强烈的电流直接打得天津犯 痛不欲生失去战斗能力 而且龟仙人的攻击还没停归派气功 此时已经拒出 就在这关键时刻悟空赶紧瞬间一动 挡在天津犯身前一拳将气波打飞 龟仙人竟这么强悟空很兴奋想多过几招 但现在已经不能再拖延了 直接跳上空中强力龟派气功聚集 就这样悟空龟派气功 结结实实轰到龟仙人身上 不过龟仙人并没死 而且符咒也脱落 这只把女孩气得手舞足蹈 但她丝毫不服输决定继续回去修炼 突然天津犯叫住她 看女孩心性并不坏 所以她决定收她为徒 女孩依旧死要面子 但转口说既然你都邀请了 那我就勉为其难拜你为师好了 最后不好意思的向全村人道歉 也算是个完美结局 而且天津犯也改变主意决定 跟悟空去参加力量大会 毕竟这次村民的损失 要靠奖金修复 听有一千万奖金归先人 也立马表示要去 好 这就十人揪了